大家好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這一期要來試玩的是這一款先進傳說我的戰術手機版 那它之前在封測的時候我沒有去試玩啦 那今天是2月26日那2月25日已經正式上線了 昨天又上線了然後我就安裝好了啦 那只是它對於模擬器的相容性好像比較低很容易出問題 那我又多試了幾款就可以應該是可以玩了啦來試試看 OK登錄畫面有遊客Facebook Google還有他們自己的帳號 那我們為遊客登錄吧 OK那這邊有一些遊戲公告嘛 哇已經開到伺服器9是不是啊小惡魔9 遊客帳號的話這邊你如果想玩的話記得趕快綁定 同意一下那自行好像有點模糊 OK果然有9個伺服器 好的就來吧RO的版本超級多啦 不管是網友還是業友還是手機很多RO先進傳說的一些版本 說實在我又搞不清楚這些版本的差異 因為大家都可以跟他們拿到授權代理啊 原廠可能是韓國廠商吧 反正就是一個大IP嘛 那就來玩玩看這樣子 這邊應該是前面的劇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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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還有一個黑影 這是壞人嗎 好像惡魔拿了鐮刀 然後仰角的包裝 有點醜啊 巴夫特喔 巴夫特 然後戰鬥開始 戰鬥 欸他說我的戰術 我不會真的是戰略型遊戲吧 好 講韓國話喔 韓國話我聽不懂 那我沒辦法 寶風學 一二三四五個技能嘛 我們可以拉過來 火銅爆 然後我們用的有隻怪物 怪物跟這些發瘋耳打 打得過嗎 反正這邊應該是劇情蠻搭的 好 不管縮影 反正就是劇情嘛 要不要小聲一點 我只聽了Master 主人 所以我們夢到 剛剛是我們在做夢就對了 Poly OK 睜開眼睛來到這個世界啦 配音還蠻可愛的啦 配音聲音蠻可愛的 魔物召喚所 告示有魔物彈活動 要去抽魔物彈了 好 這邊有魔物召喚所 好 這邊有魔物召喚所 聽不慣韓國話 聽不慣韓國話 平常都聽日本日語發音 好 我本身很少看韓劇 應該是取ID吧 看你要男生女生吧 都可以啦 我覺得 蛤 哇 可惡 這樣保證不會有人跟我一樣 我是覺得 字型的話 這些字型的話 比較模糊 待會再調整一下 看可不可以改善 找到設定的地方 抽到我們的夥伴了 小耳魔 A 可以確定 然後這邊有精華製作 十連抽 這個是彩色彈是不是 好 反正就是一堆雜物吧 好 放回 應該是要編隊了吧 好 直接出發囉 第一章 Chapter 1 無米小鎮一之一 我還以為是真心震的小鎮 OK 雖然它真的是屬於任何RPG還是什麼 即時戰鬥的戰術 排陣 這邊有那個 剪刀石頭布是不是 剪刀石頭布 紅 藍 綠 喔 它不是紅綠藍 它是紅藍綠 然後 光暗吧 兩個布 白色和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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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要依照你的路徑 好奇怪喔 我按了阿為甚麼不理我 喔 要直到敵點是不是 OK 那我們一開始有這個玻璃嘛 還有這個小鎮 玻璃一開始就是跟在我們身邊 然後我們剛剛抽到 這小鎮玻璃齁 有沒有有點好 然後一點點 然後 施放技能 這樣子 OK 了解 長矛穿刺 互換我 大概有點 RTS是不是 有點那種 戰術 它不是回合制的 類似這樣的玩法還有很多阿 什麼三國什麼回合戰喔 小小三國 之前有玩過類似的 小什麼三國合戰 有點忘了 這邊要讓我們了解一下如何排兵布陣 喔 我們就只有兩隻阿 布克史 好 布克史 布陣 好 好 開始 那 使用技能 攻速移動速度什麼降低阿 這邊都會有新的同伴 這邊都會有新的同伴 欸 我們不只是怪物喔 我們不只是怪物喔 哇 算怪物嗎 鬼女 他還是算怪物就對了 好 合成 確定 魔物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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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物學員就是我們編隊吧 然後可以讓他們裝備這個元素金火 裝備了這個東西 然後叫我們升級 這邊有LV加 然後升級會扣這個還有這個 Z應該是我們的銀幣吧 好 玻璃之王 冒險 整個畫風還蠻可愛的啦 就是走可愛路線跟以前那些遊戲差不多 然後平常這邊感覺是放置掛機有沒有 這個頁面應該是放著吧 放著掛 那我可以返回了 那教學就可以到這邊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 目前沒有公會 設定在這裡 畫面 可以調高 只有兩種 超高 高幀率的開啟 OK 那頭像可以換嗎 OK 呃 自由比較清晰一點點 自由比較清晰 剛剛比較模糊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遊戲的錢吧 金錢攻擊 免費 剩餘次數35分之35 然後這個可能就是要花台幣買的 沒錯 NT嘛 台幣 33元可以買這個黃金鋪力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的金幣吧 然後這邊有月卡 然後這邊有月卡 特點的月卡 還有VIP 就是你買了這個月卡還有特點月卡之後 這個貴族應該就會啟動吧 就兩種 那禮包的貨 33元禮包 給這個黃金鋪力還有魔物召喚券 黃金商城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金幣來購買 購買這些東西啊 看來是一些比較珍貴的道具 那儲值介面還算簡單吧 就這樣而已啊 不會太複雜 還可以 那這邊應該是七日的一些千道是不是 七日目標嘛 就 鼓勵你每天都要來玩七天嘛 至少玩七天 那第一天就是有這些東西吧 我現在沒有任何金幣啦 所以不要想 魔物強化 我們剛剛有生一隻波莉嘛 強化成功之後送我們這個 魔物召喚捲就可以再多召喚一些 OK 七日目標 這邊有問號 OK 大概是這樣吧 那這個應該是商城吧 對啊 商城 所以它的商城按鈕就很簡單啊 就這樣而已啊 你可以從這個加號進來 你可以從這個 這個購物車 然後這邊有 這個應該是時間禮包吧 就是線上禮包 就是你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它就會送你這個東西 仍然需要9分40幾秒 然後冒險就是我們主要要玩的嘛 然後活動 活動每日簽到 還要等級獎勵 還要等級獎勵 手櫥 秘寶 這要買月卡 免費激活 不然就要等 好 返回 好 返回 所以活動是有關於 簽到還有一些儲值的東西 都在這邊 這個是誰啊 遊戲指南 信箱在這兒 那今天是2月26日 應該是25號開的 所以它2月24日是這個 全服預約的獎勵 它沒有一件領取喔 你只能慢慢領取 慢慢領取一下 至少沒看到什麼一件領取 領完啦 那我們就暫時有一點點錢 有沒有 62萬 然後這個160這個玻璃幣 不知道這叫什麼 黃金玻璃有 就叫黃金玻璃 然後這個是叫金錢 那這邊還有遊戲指南 我要變強啊 怎麼搭配資源 有空自己來看 喜歡的人自己來研究一下 這可以放大縮小 背包 這個衣服是什麼 實裝嗎還是裝備 那它的一些 介面就沒有用什麼Live日記 這邊都是 好友 比如說像這個就是一個 避會而已啊 抽抽剛剛好像是會動嗎 待會再來看一下 好友 可以隨便加 隨便加 隨從精華 我們剛剛有抽 十連抽好像抽到一些精華 可能也是要強化精華的地方 我們這邊有精華 好像可以擺上去是不是 然後也是有屬性相克 魔物學員 這是我們的編隊嗎 還有可以升級 剛剛有來嗎 圖件 怎麼怪有點少的感覺啊 怪怪的 好返回 欸 那我們剛剛抽抽是在這邊嗎 再來看一下 它好像會動啊 這個是會動的啦 有黑白陣營喔 剪刀陣營 石頭陣營 喔直接抽屬性就對了 它把卡池再細分屬性 黑白然後 剪刀石頭布這樣子 就細分黑白還有剪刀石頭布這樣子 十連抽可以獲得S魔物喔 那我現在應該沒有券吧 喔11張 這可能是我剛剛收信給的 那我可以抽 直接跳過好不好 SAS巴風特喔 SAS巴風特喔 好抽到巴風特啦 不知道搶不搶 好 確定 好就這樣吧 你要嘛就是2500個這個 黃金玻璃或是這個抽抽券 那它直接送我了嗎 因為我剛好收信 那我魔物學員裡面可不可以換 喔不會換 呵呵呵 因為剛剛的教學實在是... 太快啦 好像戰鬥的時候換是不是啊 我看一下 不知道欸 欸他跑出來了啊 幫我們先挑戰一下吧 這邊可以加 欸真的啊 真的是戰鬥的時候換啊 隨便好啊 隨便 然後這邊看你要布陣還是怎樣 因為這個石頭嘛 然後這個布 然後這邊剪刀嘛 剪刀換過 好 開始 讓他自己打 技能也可以用拉的吧 欸 他自己打了喔 然後可以放技能 要幹嘛 7魂術 8風格 7魂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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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的技能有沒有 3魂術 太太遠是不是打不到 OKOK 還算有趣啦 這個玩法 就是 就是有點即時戰略這樣子的玩法 通常這種玩法會放在那個三國 三國制裡面 就是那種歷史 三國制的類型的遊戲通常會有這種玩法 那可能就是武將 然後帶一群兵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策略戰術這樣子 然後這邊可以 領取是不是 就是領取11分鐘 我已經掛11分鐘了 不知不覺 好 繼續挑戰 我們把BOSS幹掉 再來結束這個試玩 因為剛剛介面也講得差不多了 我不管了啦 我直接開始了 想佈陣就去佈陣吧 那這邊可以2費12級才開 然後Auto Auto 可以Auto Auto的話就自己放技能吧 就是你 既然放Lay你就按Auto吧 那 平時他們戰鬥就是Auto了嘛 我們能做就是戰前佈陣 然後還有拉那個進攻路徑 加入工會喔 OK 裝備解鎖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裝備是怎樣 好 這邊有裝備 然後一件穿帶 好簡單喔 一件穿帶 不用考慮耶 那我們應該要稍微練一下等級齁 都一等而已 就這樣 先練到10等好了 全部練到10等好了 我有不知道哪一隻牆阿 就隨便用阿 反正支援很足嘛 你也可以全部練到20等吧 感覺根本沒差 有沒有 支援這麼多 這個是收信給的阿 所以福利還不錯阿 好 打Boss 這個Boss是誰阿 看起來有點像一隻老虎齁 收靈虎王 好 管他了 直接開始吧 現在他10等有沒有 切菜有沒有 切下去 虎王幾等阿 看起來 看得到嗎 看不到 管他幾等 虎王被我們解決了 好 剩下一堆小洛洛 他就是召喚兩個鬼女 好像是召喚一個鬼女 突然跑出兩隻小的 OK 第一張過完了 無名小鎮 大概是新手了 離開新手了 卡普拉 第二張 開啟 這個是普龍德拉1 為什麼要有一個1阿 不知道 然後咧 返回 好 有五小關喔 我們有不只 總共是六小關 然後這邊會得到這個碎片 碎片的話我們就可以招募 好像是30片就可以招募 30片 有沒有 這邊有寫 30個就可以了 招募 召喚 然後BOSS在這邊 然後平時是放置掛機 我覺得放置掛機這個元素很多 現在遊戲都要做 大家離線的時候有沒有 收一下收益 然後這邊可以加速 直接我其實才在開 就是有點類似 我猜啦 我猜冒險加速 可能是可以讓你快速獲得 一個小時或是兩個小時的收益 那你可能就是要花藥水瓶之類的 我目前是這樣推測 那這是我們的地圖 我們在這邊 離開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目前在這裡 然後慢慢前進 那目前玩法 目前我看到的大部分就是 單機啦 就是你不會遇到其他的玩家 只有好友模式吧 好友模式可能就是 可以幫忙打嗎 有些遊戲是這樣啦 就是你在 畫面上是不會遇到其他玩家的 可能就是要去競技場 或什麼地方才會遇到 然後有好友 工會這樣 OK 那我現在才6等而已 所以這些都還沒開啦 卡普拉商店工會都還沒開 資源獵場也還沒開 競技場也還沒開 然後這邊還有召喚師競技 OK 那我可以領這個法杖 OKOK 那大概是這樣吧 我覺得這款遊戲 可以啦還可以 可以來玩玩看 那也算是卡哇伊風格的 拿有點戰術策略 遊戲這樣子 OK 那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拜拜